歡迎回來新聞現場 今天我們全球第一線 在我們線上邀請到的是 德州州立大學副教授王呂中 教授好 我們馬上當然是要先請教你 昨天南韓總統尹錫越突然宣布的戒嚴 但是短短6個小時就被國會投票否決了 但是這會不會其實才是山羽欲來呢 因為尹錫越能夠解決他自己國內政治危機嗎 還是自亂正角呢教授 是的 很顯然的尹錫越總統 這一次可能是大大的失算 而且可能會造成他自己政治生涯 或許很快的會畫上一個終點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其實昨天的所謂的緊急戒嚴令 不論在發布之前還是發布在之後 事實上都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 尹錫越總統在發布這樣的一個決定之前 事實上並沒有做好完整的溝通 包括了對於韓國國內的溝通 甚至自己政黨黨派之內的溝通 以及對重要盟國當然這邊指的是 韓美之間的關係 美國基本上也是在一個非常不知情的情況之下 面對這樣的一個新的決定 所以尹錫越總統在完全沒有進行好完整的溝通的情況之下 就做出這樣的決定 當然他所帶來的後果 可以預期的這樣的結局 也就是他的緊急戒嚴令 沒有辦法得到合理合法的支撐 所以很快的就告終 那當然這也預告了尹錫越總統 接下來我們剛剛特別提到的 他的政治生涯很可能接下來遇到的挑戰 會讓他的政治生涯 甚至他的總統任期都會提前的結束 我們從韓國的目前的狀況 來推敲尹錫越總統 發動這樣的緊急戒嚴力的動機 最主要的是從尹錫越總統上任的時候 如果回去看他上任的時候的得票率 就可以很明顯的發現 他當時雖然是勝選 可是在他的競選過程當中 跟反對黨的支持度 其實是咬得非常的接近 而最後也真的出現了 在總統大選當中 尹錫越總統其實只贏了不到1%的 這樣的一個勝負的差距 讓他當選總統 事實上在這樣的極小的勝負差距的情況之下 可以想見的是在野陣營 本來就有蠻大的動能 可以對現任的總統尹錫越來進行挑戰 但是尹錫越總統上任之後 似乎覺得他必須採取更強勢的作風 因此在整個對外的關係上面 或者對內的政策上 事實上尹錫越總統都站在 非常保守的立場來行事 包括了對北韓非常強硬 包括了對美國走得非常非常的近 甚至讓韓國內部覺得 為了要跟美國走得近 讓長期以來還沒有辦法解決歷史爭端的日韓關係 把它擱置 這樣到底是不是對韓國的國家利益是比較有利的 這些都是尹錫越上任之後帶來的爭議 而這也都反映出尹錫越總統在堅持他自己的路線上 沒有辦法跟國內的所謂的在野陣營合作的這些情況 非常的明顯 而在去年的期中選舉之後更加的明顯的是在野陣營大大的 今年的期中選舉之後在野陣營得到了大大的這個國會的席次 過半不只是過半而且將近三分之二的席次 但是某種程度也形成了一個勃角的狀態 某種程度造成了尹錫越總統覺得必須要更大動作的來挑戰在野黨的力量 讓他自己的總統權力可以得到一些恢復 但是很顯然的國內的政局尤其在韓國國內的政局 如果沒有得到人和事實上就很難讓目前草小野大的情況得到舒緩 尹錫越總統採取了一個非常極端的做法 不管在國內或在國際事實上都引起了很大的爭議 而當然我們剛剛特別提到了尹錫越總統要承擔的後果 可以預見的是在接下來幾個月甚至最快幾個禮拜之內 韓國的戰野陣營勢必會提出所謂的彈劾案 或者是尹錫越總統就要辭職下台 所以接下來這對整個區域局勢的影響 韓國政情的影響都非常值得觀察 因為韓國很可能要進入到一個新政權上台的情況了 好確實這影響其實已經發生了 尤其是我們看到韓元對美元的匯價已經是大扁了2.7%了 那麼南韓企業說在外國掛牌的股票也是重挫的 我們要請教教授的是現在南韓政治如此不穩定的狀況 對於全球的經濟可能會帶來哪一些影響呢 其實作文主播講到一個重點 政治跟經濟是無法分開來看的 尤其是南韓在1987年正式的走進所謂的民主化之後 一般來說韓國的企業之所以能夠蓬勃的發展 就是因為全世界的投資者都看到了韓國進入到民主化 感覺起來會按照法制來形式 在民主政治比較穩定的情況之下吸引了更多的投資 而自己國內的企業包括了我們所知道的這些大型的財團 或者是所謂的科技產業都能夠蓬勃發展 都是基於政治穩定的情況之下國內的投資環境 跟所謂的整個技術的研發環境 有一個比較穩定成長的這樣的一個基礎 所以才讓韓國在經濟上面目前可以看得出來 可以說是在國際的經濟舞台上是扮演相當吃重的角色 而且從過去可能在產業轉型之後 現在韓國在國際上可以說是一個中大型的國家 雖然以人口或者是地理地緣的這個大小來說 還不算是超級大型的國家 可是它的經濟上的影響力是非常巨大的 但是我們剛剛講了所有的這些影響力 最根本的原因都是因為韓國能夠提供一個穩定的政府 穩定的政局讓企業願意投資 現在韓國當然短期之內會遇到一些風波 尤其我們看到韓元在緊急戒嚴令發布之後立刻下跌 而股市的表現也非常的緊張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政局不穩 讓所有的這個投資者 包括韓國自己本身的企業都會面臨到一些風險 都必須重新評估 人心惶惶的情況之下 目前的這個緊急戒嚴令 雖然已經是在六個小時之內撤銷了 可是短期之內 大家對於韓國未來的整個民主的發展 可能還要觀望 尤其我們說在野陣營肯定會發動所謂的彈劾案 尹錫越總統如果下台 韓國的政局是不是能夠馬上的恢復穩定 這些都是後續要觀察的重點 那更不用說韓國在整個區域當中扮演的角色 所謂的美日韓同盟在在野陣營 目前仍然認為日本跟韓國之間的關係 仍然是這個所謂的同盟之中的 必須要解決個問題的情況之下 未來的政府在 未來的所謂的韓國的政局的變化 對於整個區域安全會帶來影響 當然這也會影響韓國的投資環境 是不是仍然是被世界可以看作是一個 比較穩定的投資區域 短期之內 韓國的經濟會受到一些衝擊 長期就要看韓國的民主 是不是能夠真的站穩正腳 讓韓國的民主重新回到正軌 才可能讓韓國的經濟也稍微的恢復平靜 那當然對於世界的投資人來說 同樣的觀察的也是 韓國政局的穩定程度 是不是能夠恢復了 還有我們持續要來觀察 是北約組織秘書長呂特 他在接受採訪的時候就說 如果烏克蘭是被迫簽署了 有利於俄羅斯的一個和平協議的話 那麼美國將會面臨來自中國大陸 伊朗和北韓的可怕威脅 真的這麼可怕嗎 我們請教教授 您如何解讀北約 警告川普這樣的言論 北約確實感覺到很可怕 在整個歐洲區域 目前面對川普政府即將要上任的 這樣的一個前夕 事實上歐洲國家紛紛都在開始做出互相的討論 究竟應該要如何因應一個可能對於烏克蘭跟俄羅斯 這場戰爭不是非常像拜登時期全力支持的一個新的政府 所以北約的秘書長呂特事實上他發出這樣的警告 事實上有一個警告的意味 但是同時也有一點點教育的意義 教育的意味 為什麼這麼說呢 事實上呂特跟川普之間在川普的第一任任期 當時呂特是荷蘭的這個首相 事實上他們之間就有很多的合作 包括川普多次的強調 北約的這個國家呢 對於軍費的投入不夠多 呂特當時就扮演了在北約國家當中 積極斡旋 雖然荷蘭並不是以所謂的窮兵独武著稱 但是荷蘭當時對於川普所提出 北約的國家必須要投入更多的軍事國防預算 讓平均的軍事預算達到2%以上 這樣的一個要求 事實上呂特當時是配合 而且當時也認為是有道理的 所以他跟川普之間的關係 可以回到川普第一任任期 就已經維持了某種程度的這個友好的關係 這也是為什麼在11月22號 呂特在川普當選之後 有機會可以到佛羅里達州跟川普直接見面 我們也特別提到 呂特有同樣的提出 如果北約沒有辦法做好準備的話 當然就沒有辦法因應所謂的烏俄戰爭 以及後續的挑戰 當然也同時在跟川普見面的過程當中 也給川普同樣的訊號 告訴川普如果北約的狀況 烏俄戰爭的狀況沒有辦法合理的讓歐洲國家都能夠感覺到滿意的這樣的一個和平協議能夠真的促成 而是反而是讓烏克蘭承受到很多委屈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美國的威信會受到影響 更重要的是美國接下來在面對所謂的大國的競爭 這邊當然講的是所謂的中美競爭 恐怕在歐洲國家是不是能夠繼續支持美國 或者會不會如何要如何跟美國站在一起 就會有這種大打折扣的可能性 所以呂特在跟川普見面的時候 其實也講類似的話語 強調的是歐洲國家必須持續的維持團結 對烏俄戰爭上面的支持 透過這樣的方式 讓其他的威權國家 或者讓其他的大型可能有一些報復的國家 同時的感受到歐洲國家的團結程度 然後也同時的向美國來施壓 只不過川普對於歐洲國家的態度 究竟是不是在這樣的一個教育 或者這樣的施壓之下 就會改變他的心態 這點還有待觀察 但是我們說呂特所傳遞出來的 是現在整個歐洲區域 北約組織的會員國之間 感受到非常強大的壓力 以及必須要讓自己自身強化起來的 甚至是聯合起來的這種急迫性 這種急迫性是非常明顯的 目前人在歐洲 我感受到非常強烈的這樣的一個討論 我們接下來也要看 在川普就任之後 是不是如同他自己嘴巴所說的 會採取這麼強硬的要求北約的國家配合 或者是是不是這麼強硬的 繼續採取所謂的衝突性的對外關係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後續觀察的部分